主席有請我們蔡主委還有我們台電的我們的王董事長答詢 英文好 這個主委好跟董事長好 我看了你們的不管是原能會跟經濟部的報告 我想先從原能會來開始 你們裡面提到說因為核市場採用進步型的廢水式反應器 等一下 我們在報告裡面有提這個 反正你們提到這個ABWR 目前只有日本有相同的機型 在全世界 所以你們相當於邀請了所謂的GENIX 就是日本原子力安全機盤的機構 來參與整個重要設備的安裝跟測試 希望借重日本的經驗 因為美國事實上已經沒有在發展這個ABWR 也有 我說現在實際上的一個這個廢水式反應器 你說相同的機型也有 事實上ABWR是在美國的NRC 經過很長的時間這個審查以後同意的一個機型 現在美國有沒有在使用這樣的一個機型 目前還沒有 可是 有在 有在規劃新建新的電廠 是用ABWR 目前沒有 是 那麼 你們非常重視這個GENIX的意見嘛對不對 作為你們的一個很多執行對核四 我想我們 我們尋求在核四建廠的過程裡面 邀請 美國的NRC 跟日本的管制單位 剛剛講的GENIX 來協助我們做視察 我想這兩個我們都非常重視 好 在2011年齁 是 你們曾經發布一個就是 GENIX協助原人會執行龍門電廠的視察報告 他有提出三項建議嘛 對不對 好 請委員講 三項建議你們到目前都 你們改善了沒有 也許這個細節我是不是請我們這個陳處長來 不要你不知道就算了 來報告 對 連這個這麼重要的 你們現在LINE 以作為核四 因為他們 這個NRC也好 或者GENIX也好 來的次數非常多 那提出的建議也很多 但是我不曉得 委員哥講的三個建議是什麼 這個是很完整的視察報告的 第八跟第九頁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是 他曾經提到說 我們的這個主控制式 的這個主盤面 的顏色 使用了紫色藍色跟白色三種 來表達四種狀態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對不對 我不清楚 哇那很嚴重 請我們陳處長來 你竟然連他們對我們指出的三大問題的其中一項你都不清楚 來處長你知道這個事情吧 知道 知道嗎 對 改善了沒 那個是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就做了決定 那是從航空工業裡面 但是在 一般的發電業裡面 確實是沒有效用法 好的 教室這個關鍵問題啊 你們再迴避嘛 在日本的電廠 有幾種顏色 一般都是紅的綠的 好 紅綠很好辨別嘛 你們搞了這個東西 三種顏色有四種狀態 紫藍白 在緊急狀態之下 慌亂的情形之下 連這個三種顏色的組合有多少 然後四種狀態 作為你們判定 這一個整個 河安的一個標準 要不要改 這個沒有辦法改 好 改要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不可能改 這是一個 對 這個就是今天 核四最不安全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們造成這個錯誤 被指出來 又不願意改 除了工程的困難度 錢的問題 你們把台灣人的安全 建立在河安 如果發生一些災害的時候 這三種顏色 這四種狀態 亂按 只要一個人為的舒適 就導致我們 台灣可能就毀滅 所以日本人跟你們建議 建立建議說 為什麼日本跟其他國家 只有紅綠兩種顏色 很好判斷嘛 綠的跟紅的嘛 不是綠就是紅 不是紅就是綠 你們搞了四 三種顏色 四種狀態 竟然毫無改善 如果你們這整個報告 在拿日本的 就是日本原子力安全基盤機構 來作為你們 掩護你們這些 和安不安的一個證據 事實上是 學術上的墮落 也是政治上的欺騙 很清楚 我說這個東西 是我們新發現的 和是一個不安全的一個名證 那 我再問 諸位 你們說 視察方式 每日派遣二位同仁 執行駐場視察 並監督電場 進行測試的作業 請問這兩位駐場同仁 有沒有 試運轉測 這樣的一個測試的經驗 有沒有 市導跟監督電場測試的經驗 他們都有在和一二三場 擔任駐場視察員的經驗 當然因為他們的年齡 沒有參與過和一二三場的試運轉 對嘛 當然沒有 所以你們去派遣去的人 本身也沒有真正的一個完整的經驗 這個是我對於 原人會的一個質疑 諸位我再問你 如果變更剛剛這個主控制式的面盤 技術上可不可能 如果真的要變要多少錢 你告訴我 我不要回去跟我們同仁討論 現在就跟我講 處長 這個工程上變 牽涉多大 要多少經費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所以核四是無解的 沒有沒有 問題是 這個不可能就是說 你已經造成這個錯誤了 因為這個整個主控制是跟所有的核電廠連結 不是錯誤 絕對不是錯誤 我要告訴你 全世界都沒有你們有辦法搞出三種顏色 四種狀態 為什麼人家笨嗎 不是 那是傳統的 過去非數位式的時候的話 你只能用這種顏色 我要告訴你 這就是在機械有可能故障的時候人為的判斷 你們造成的一個人為可能的一個疏忽 好 處長你可以下去了 我先請問這一個 我們黃董事長 你們在報告裡面提到說 對上述核安總體檢 之前的核事的 金幣部要一百年的時候 邀三位國外學者進行勘察之後 針對所有的這些 均於肯定 顯認爲 三座運轉中的核電廠 一座新建中的核電廠均屬安全 你們敢做這個結論 這是那個 這個話會太滿了 這個是經濟部出面 請那個 國外的學者進來 然後國外的 原來的核商會念經 你就這樣子作為 我剛才已經講過 如果連日本的GENIX都有 建議 別人會都不聽 你們去找三個國外學者 我問你 三個國外學者的背景是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一個是美國電力研究院的一個 一個研究學者 另外一個是 X龍退休的經理 X龍退休的經理 你們隨便找三個 現在是外國籍的 台灣人啊 是 這三個是不是都是 是哪裡畢業的 哪一間學校畢業的 可能是核能界的吧 還是核能界的 都是台灣清大 核能幫的嘛 台灣 你是不知道名字是誰 有沒有人可以講 啊 那個 你要不要說一下 隨便找三個所謂的外國人 來背書台灣的這個 核一到核三 甚至連核四的安全 不要用專家學者來欺騙 完全喔 我告訴你 踐踏學術倫理 原能會是第一 很多的研究都接受台電委託 根本就違反學術倫理 違反你要監督的單位 結果他來補助你 來 我們董事長講 這三個是誰 這個 我們當初有答應他 這個 不對外 直接說他們的 三個是不是都清大方的 原能 這個 這個 核能所的 我不確定 你不確定 今天我們的安全交在你們手上 你不確定 不是 這個是我上任之前發生的 那 其他同仁跟我講 我告訴你 你不講我要講啊 這一部分的話 因為他委員 那個 請來的專家 他沒在強調說不能去 為什麼怕人家知道咧 因為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只是照著這個 有沒有 徐懷窮的同學 有沒有台電的前副總 現在委託到這個IPP 在幫我們挖空台電的 由一個同學 然後自己轉到變成外國去當 教授 或學者專家 來檢查我們台 委員我要釐清一下 徐懷窮在IPP的董事長已經嚇人了 我知道啦 我就是這個整個裙帶關係嘛 有沒有蔡維剛這位 所謂的學者專家 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有 好 他是哪裡畢業的 畢業不太清楚 但是他是X龍 就是美國的一個大的 很多人我們台電人才外移嘛 很多清大核能所的跑到國外去嘛 後來有的外國籍嘛 甚至有些跑到中國去嘛 台灣的台電 我們的核能電廠的專家 有多少現在跑到中國去 所以核四不能蓋 因為台電根本沒有人才 問題在這裡啦 你們現在又要負責說啊 你們自己啊 最後的這一個審查跟確認 欸這車幾台有單耶 另外一位郭偉 現在在哪裡 應該是香港一個大學的一個校長 好 是不是清大 這個核能所畢業的 這個背景我們不是那麼清楚 你們比我還不清楚 不是 跟委員報告那個是經濟部請的那個專家 經濟部請的專家 那我們經濟部市長 上來講 台電既然都不知道 原能會也不知道 經濟部也不知道嗎 跟委員報告 核能的安全的管制是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由台電負責 第二個部分 經濟部請一些學者專家來幫忙 但是最後還是依法是由原能會來做最後的認定 好 那在那個監督過程我們認為多聽學者專家的意見是好的 你這個報告上面怎麼寫的 因為邀請三位國外學者專家進行勘查後 顯認為啊 這一個三座運轉中的核電廠 跟一座興建中的核電廠 軍屬安全敢做這個結論 這個是 你們該做的事嗎 是來護航嗎 這個是經濟部的角度 我們一定要做完以後 我們才送給原能會去做確認 如果我們經濟部自己都不負責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們寫在報告裡面 你們真的是 無視於我們 立法院 我們難道沒有專業嗎 我們不知道這些問題嗎 經濟部啊 把這個報告修回去 重改 這個是我們請專家的結論 我們不收回 我跟你講這專家就是 我跟你講啦 專家專家啦 這些專家是有利益嘛 是跟核能發電 還有跟台電 這一些有關於 核能幫利益綁在一起的人嘛 委員 我們要找專家來看核能 當然要有核能的專業 你為什麼不找真正的美國日本的 不是台灣籍背景的 又找雙重國籍的人 然後 今天不敢公開 然後在這裡背書 我們在這裡討論 結果 經濟部的報告是這樣子 我相信啊 今天不分黨派的立委都看不下去 你們用什麼樣的保密方式啊 來保護這三個學團 你們是拿他來背書耶 如果你今天講的結論是說 因為他們的意見啊 來供我們參考 那大家 參考參考 這個東西啊 我要求 經濟部回去 修正 下一次不要再出現這樣的東西 這個會議的結論我們不能修正 你說軍屬安全 這個是會議的結論的部分 我覺得你是非常的藐視我們立法委 這個是我們行政部門的 我們只是來提跟委員會做報告 你經濟部今天把它放在報告裡面 我要提一個譴責案 我要告訴你 你今天把一個 完全是私鄉授受所決定的 台灣籍背景現在有外國籍身份 來作為合理化 這極左核電廠都是安全 你竟然還在退卸責任 做一個政務官啊 真的是有愧你的職守 原能會 去查清楚 好不好 這經濟部的報告 你們做原能會 他剛剛講說 最後按不安全啊 就像杜市長所講的 我們原能會 會負責最後把關的責任 你剛剛沒有把關到啊 你有沒有把關到 我們有我們的判斷啊 我們不見得要去 根據這個會議結論 做我們的結論 這也不是什麼會議結論 我們有我們的判斷 這個是經濟部 他勘察之後 今天拿過來做這裡 你原能會沒有針對這一點 來表示意見 有明顯失職啊 回去檢討一下好不好 還是一樣 回去這類的東西啊 給我一個書面的東西 你們的經濟部 這個監督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我想我們原能會 會只對我們的報告 對我們的所有的東西 好不好 所以你認為這三個學者專家 不足以作為依據嘛 對不對 這只是中間的一個參考的資料 所以你認為他講說 軍屬安全還有待商榷嗎 有我們自己的判斷 是 我們原能會 有我們自己的判斷 你檢討之後給我一個 好不好 你們判斷的一個結果 好不好 時間到齁 請蔡主委